当大家希望政府拿出办法能够提振经济刺激景气 他告诉你说我平均每一年我投资8亿 不到8亿,6亿多来提振景气,刺激景气 然后我每一年从你身上要拿走超过500亿 这不是一个笑话吗 所以今天国民党政府拿国民党的立委去做背书 那国民党立委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不团结起来,站在全民的立场 那就背书就背书啦 那就只好被拉着去背书啊 告别灰车,灰车也是已经晒过 结果国民党立委我们就大家一起坐在这火车上就被载走了 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关键必须要看到 立法院是不是团结 是不是站在全民的立场 或者就是被拉着鼻子就这样拉走 如果被拉着鼻子拉走了 那就是大家极大的一个悲哀 我们为了台电的一个公司 结果我们牺牲的是台湾的经济发展 跟本来大家就已经够辛苦了 大家肩膀上还要承担更重的负担 古大哥,现在台湾人民 因为今天经济部这个宣布 但只是越来越重了 像人民一方面是生气 两个物件台湾同时来 一方面是恐慌的 你知道算一算高铁10月1号开始台北到高雄 你这样来回280块已经都在那边了 第二个,电价今天虽然稍微有一个修正 物价冲击一定是很大的 你光是一个电费单来的时候会增加多少 这个就是冲击 好,那现在更严重什么 这两个台湾同时中灾局跟那个撞球一样 同时两个东西撞出去以后物价整个就起来了 所以今天台今天都出来跟你讲了 人民以后是不敢消费了 这个经济成长就受影响 那个成本会转交到人民 人民就更穷啊,更不敢买东西啊 经济成长就往下掉,就跟去年有点双倒是一样的 这么一年就一次了 你怎么忍心让人民再这么苦啊,再苦一次啊 去年我是说不准涨 今年,我说你就涨吧 但是马总统 你撑不到2016年5月20号的 涨 看谁撑久 我提出四个问题 一,请问有考虑到物价跟通货膨胀吗 我多次研究蒋经国的决策啊 他做类似的决策的时候 一定要先思考说会不会影响民生物价 终极考量 对 我最近从宋淑仪的书 他讲他跟蒋宁国的决策过程 有一次 于国华行政院长要涨 油,一次涨两块 蒋宁国阻止说不行 于国华很坚持 他说国际物价啊,成本考量啊 就讲英国知道了,于国华不听 他就叫宋淑仪说 你到中央社换一个新闻说 总统考虑测换行政院长 于国华乖乖的就不敢涨价了 马总统 我不认为是梁启元问题啊 是马总统问题啊 第二 有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吗 我们的GDP今年是没有保二 我们的年轻人的失业是12.6 我们的年轻人 实质薪资16年没调涨 政治学,经济学 到最后叫心理学 请问这次的涨价要制造恐慌跟焦虑吗 第三 马总统 你的民调从一年半以来 百分之五十一的得票率掉到 百分之四三 我比照全球各国的民调 马总统唯一胜过就是 前俄罗斯总统叫叶尔钦 8% 因为叶尔钦一大早啊 你就是喝喝酒啊 当然8%嘛 马总统你是喝醉了是不是 你没有站在人民一边嘛 对 第四 今天台电的记者会没有提及 对服务业 饮食业 物流业的冲击啊 去看看任何一家餐厅 有几个冰箱 不是冷气哦 马上涨价成本马上提高嘛 我只引用彼得杜拉克一句话做结论好了 对于公民企业只有一句话 民营化 对于高铁整一句话再民营化 如果不走 民营化 再民营化解决 全民继续买单 我再三明明 昨天今天也讲了嘛 明天是马丁路德金恩发表 我有一个闷的50周年 我都年过50了 我是受益者耶 那结果我们给像这些年轻朋友 你给他们恶梦 还是给他未来50年的梦呢 你要这样想嘛 结果呢 我们在马丁路德花表 50周年之际 给全民给年轻的恶梦 那怎么会有希望呢 我希望 如果你要长 马中东你要准备好 你可能会掉下来 从瓦伦达销印掉下来 如果你不长 至少觉得马中 他听到我们声音 这叫宣癌热马 利宏啊 这种为什么 一定要选择 一定要跟 要跟人民这样对撞 而且基本上去年 就有一次叫 人民已经很苦了 为什么不能让人民 以民休息一下 你现在都已经想象 一般民众都已经知道了 你今天这样一宣布 餐厅 小吃店 你去夜市看看 很多东西可能是蠢蠢欲众啊 到时候你又要去查 到底有没有的涨价是不是 包括高铁这个东西 那后来不是全部都 全部都是要转价吗 所以人民就会弄到后来是什么 921 现在已经有人讲了 921要先去包围台电 各种社会的力量 很多台风都整个都起来 整个社会就动荡了 政府不能行 做什么好事吗 因为马英九心不在民生啦 你可以看得出来 马英九现在心心念念要干嘛 他一直希望能够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的年会上 能够跟习近平见上一面 这是他的梦 所以 胡大哥 他有梦了 他的梦并不是把台湾的民生搞好 他的梦 是要在国际的舞台上 或者是说 在APEC上 当作是橡皮土长 掉二十几趴 我说 你不用担心 不只是你们这一家 我说百货公司也掉二十几趴 你不要怀疑可以去查 今年因为大家不敢消费 所以百货公司以及量饭店 各种 其实他的业绩是明显的向下滑 以这家店为例 因为业绩下滑了二十几趴 他说你看我们人都很多 但是你看 人很多进来吹冷气逛逛 但是你看收银台有没有人 收银台人两三只 而且他们说 以前收银台啊 他们都还得找人资源 现在不用啊 收银台也不用排队 但是里头人很多 那这种状况是怎样呢 他说十月份因为要涨电价 所以公司已经要他们这些主管提报 九月五号之前要提报 各部门都要交出 资钱 这些所谓的派遣人力的名单 已经开始要资钱了 对 就是因为他们正式员工 他们没有要资钱 但是是 就是派遣人力的 那也就是说派遣工 现在他们是低波 就先 我们就减少派遣 减少雇用 那失业率其实是增加的 但是你要知道派遣人力 不算在失业率里头 这也是这个政府很可恶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 现在普遍性的状况是 大家不敢消费 很多民生的 这种所谓的民生相关产业 他的整个业绩下滑 所以业绩下滑 老板赚的少 他就抠客 他开始就减少雇用 抠客员工 现在你店价又上涨 那你告诉我 薪水会 人民的薪水会增加吗 不会 不要被裁员就已经不错了 对 所以 为什么台湾在马英九执政 这五年来 六年来 我们的实施薪资所得 一直在下降 是因为薪水没增加 但是物价一直在上涨 所以薪水没增加 物价一直在上涨 所以我们现在倒退16年 我告诉你明年会倒退17年 因为还记不记得 我们节目三年前 两三年前 两年前才开始在讨论的时候 说倒退14年 是 两年下来他就倒退16年了 几乎每一年都在往下走 为什么 就是因为薪资不涨 那台商也没回流 所以投资也没有增加 大家还别忘了 去年台湾是全世界 所谓的吸引外资能力 是倒数第二名 只赢非洲一个国家 你告诉我 投资又减少 结果消费力又不足 经济不好 你现在又要涨店价 你真的是给人民麻烦吗 你现在就是在制造人民的困扰 苦难啊 对 但是他不管 马先生完全不管 好 今天台电那个记者会 应该是经济部的记者会 经济部帮台电出来开 经济部说 哎呀台电亏损 都是燃料成本增加 真的吗 真的都是燃料成本增加 那这样不是这样吗 国际的美国是在这样吗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今天经济部拿出来那些数字 如果能信赛价 我就讲难听一点 今天经济部拿出来那些数字 如果能信啊 大片都能吃 其实今天经济部哦 今天我们要这个记者会哦 也曝露出来说 他去年是骗我们的 他告诉我们说 那个500度啊 他说这一次500度不涨 他说500度怎么算 他说一家四口 假如你们家的冰箱 是24个小时插着 去年是叫我们家12个小时啊 一半两半起来 那现在24个小时 他说你的 你有冷气啊电脑电视 用四个小时 这样你就500度 冷气只能吹四个小时就对了 冷气吹四个小时就对了 也就是说一般人家 最低 他现在变成500度了啊 那大家看一看 他这个500度啊 就在这里 他500度的电汇是多少 是三块六毛一啊 那在夏季的时候 是四块三毛九啊 比美国都贵啊 都比美国贵啊 所以你去年是骗我们啊 你去年骗我们 你去年告诉我们说 一般人家都是用三百三十度 那我们后来 最近大家接到的电汇的收据 不是啊 用电少可是价钱变高了啊 所以你看看嘛 你现在你的500度的用电汇 你是三块六毛一耶 三块六毛一 现在夏季是四块三毛九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用电的电价 是比人家美国贵啊 那我们的GDP 是人家美国的多少呢 还有我们的国民所得 是美国的一半啊 所以你怎么会说 我们的电价是前世间最便宜的呢 所以啊 我今天真的是看了有点难过啦 台电的亏损 真的只是因为燃料成本增加吗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 今年监察院的纠正案 监察院纠正行政院 经济部跟台电的纠正案 他说行政院经济部跟台电 放任台电亏损 完全没有拿出对策 请问 这个监察院所提出来纠正案 这六大缺失里头 我们有看到台电 很明显的在进行改进吗 没有 这么多的缺失 结果今天财政部 今天经济部一句话 都是所谓的燃料 真是如此嘛 各位台北地检署啊 你们胖达人都可以这么操 对 说谎 如果说胖达人说谎该操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经济部长 公然说谎 经济部的次长公然说谎 台电公然说谎 告诉你我非上不可 那非 你财了你照里讲你要减少亏损啊 你财了去年财了还给我们亏损还扩大 今年财了还要给你亏损五百多亿 你是吃定人民啊 对啊 你还敢财吗 那所以我只能这样讲说 马先生 你如果只想跟习近平见面 你这雀桥会啊 其实他的重点是 是人民要替你搭桥啊 你不要自己一天到晚想自己替自己搭桥啊 到时候人民给你拆桥 我告诉你 习近平啊 不会跟你见面的 因为他看不起你 他干嘛给你这种配合 一个在台湾只有13% 净人酸净人丢的一个无能总统 对 你觉得习近平需要给你这种面子吗 你省省吧 你把民生搞好 你把你这些无能的这些政务官 你把你的台电中游这些 这些贪官污吏啊 抓起来能抓几个就抓几个 本来十月份还要新油价公事 您告诉我 新油价公事为什么不经过立法院 他说宣布就宣布 他要实行就实行吗 那海湾国会还有什么用啊 这简直是马英九独裁 你要这样子搞 人民真的会跟你上 真的是好好算账的 没错 我们人民不只要生气 我们简直是要大发雷霆 毛江政府告诉我们说 天要下雨 羊要降 电价今年十一月一号 飞涨不可 老百姓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我们又奈何 我以台电今天对外的这张表 第二阶段的这个电价调整情形 我节省时间只讲到工商用电的部分 中大型的商业 中大型的商业跟各型的工业 调涨 经过调幅达九折之后 调涨的幅度达到百分之十点四到十二点二 你以为这个跟民生无关吗 各位观众朋友 你平常买东西到哪里买 乡下已经没有杂货店了啦 杂货店早就被打垮了啦 你到全联 到五大超商 到量饭店 到生鲜超商商品店去 请问那些的电价 涨了十点四到十二点二 转嫁到人民的身上 对人民没有关系吗 再看看我们十一住行 四大民生必须 十的方面 请问联名厂 面粉厂 这是我们五股杂粮的来源 也要调涨 你要不要用 要不要吃 衣 纺织厂 乘衣厂 你要不要穿 住 我跟你分析 水泥厂 砖窑厂 钢铁厂 镀芯厂 砂石厂 建材加工厂 你要不要住 你要不要修房子 你要不要盖房子 你要不要买房子 行的方面 各位刚刚谈了很多啦 连高铁 现在还在赚钱的时候 都要涨 这个政府总归一句 你对于电价的问题 我们谈了太多了 马无疆 你是开源无方 你又是节流无能 我告诉你 你跟习近平见面 刚刚立宏讲 那是天边的彩霞 人民生活在百物起涨的水 生活热当中 那才是眼前的玫瑰 你不要为了 挑望天边的彩霞 而彩坏了眼前的玫瑰 事实上玫瑰 被你彩坏掉了 台湾薪水倒退16年 而且青年人的 这个失业率 高达12%以上 最近就要面临要注册了 你到银行区走一走 那个要办住学贷款的家长 简直是排长龙 排长龙还等不到 还不一定能够带得到 你现在要火上加油 电价要涨 高铁要涨 百物要跟着骑涨 你就是年轻人 现在找不到工作 已经毕业了 那些还在就学的 即将就学的 该怎么来办 马总统 你的无能 实在是无能的可恶 因为你开源无方 你节流又没有能力 我们要仰赖你 来拯救台湾 百物奇长的 水深火热的痛苦 我们真的是原木求雨 就算眼前 以大蒲农地来讲 大蒲农地是如何如何 天下瞩目的案件 你居然中央不当一回事 我已经警告过李鸿远 这是将一化任内无能搞出来的 一个烂案 不管是大蒲农地的都市计划案 最后还是要经过内政部的 都市计划委员会 审核通过裁定案 不管是大蒲的农地征收 也要经过内政部的征收 委员会审议通过才算数 固然刘正宏是罪无可赦 但是你将一化内政部 你难道不该负起责任吗